陪我的国一起逆袭 今天我们播讲的文章题目叫做 垄断阴间行业 中国制造没有边界 作者野魔鱼 演播 康家 说到这篇文章 它还有另外一篇题目 就死都逃不开的中国制造 棺材 墓碑 冥币 看看中国阴间产品是如何在地下统治外国人的 第一部分 日本人死的是否舒坦 决定权 在中国山东 说到这中国制造 那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我们先看这样一个故事 在日本一档综艺节目里 一位长相凶恶的日本男子叫嚣 他非常讨厌中国制造 自己从来不用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 到死都不用 于是 这节目组对他家里来了一次小检查 乘整四个小时 找到了619件中国制造的商品 从家具 游戏机 到各种小物件 整个屋都被清空了 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那条 那都是中国造的 除此之外 连衣服 裤子都被罢光了 考虑到隐私 节目组还给他留了一条内裤 没有计较到底是不是中国产 我想说 居然还有一条内裤 这人身了 只是口罢 这日本的产能也严重不足 只能提供需求的不到20% 但很多从原材料到成品都要依靠中国 日本从去年三月开始口罢慌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呢 什么 日本人死也不用中国货 真以为死了 就能摆脱中国制造吗 明确告诉日本 这阴间产业 中国人照样能决定 你日本人 大部分人生命最后一分钟 躺的是否舒服 还得看咱山东人 准确来说 是山东何则 嘿 巧了 正是火遍互联网的世界中心 曹县 曹县地处山东 河南安徽的交界处 西边挨着河南兰考 也就是交易路种炮铜治理风沙的地方 曹县同样生产炮铜 尤其是曹县装寨镇 是中国最大的铜木加工生产基地 这里产出了中国70%的铜木制品 30%的汉服 70%的鲁笋 连美国80%的木质国旗都来自这里 不过我们更关注的是 曹县供应了日本90%的棺材 早期这日本的棺材还能自给自足 到90年代需求大变 日本只能进口木材 曹县这个时候便开始向日本出口铜木拼板 本想着也就这样 但偏赶上日本泡沫经济 这棺板牧场的利润严重下滑 劳动力成本严重上升 雕刻师傅日薪能涨到人民币八九百块钱 这生产棺材的产能也分不上了 日本本土的棺材价格从三千多元涨到七千多元 这日本老百姓不但钱不够用 连棺材都买不起了 也就是死都死不起了 从2000年开始 为了降低人工成本 一些日本棺木厂开始去原材料发货地 曹县谈合作 希望将木工雕刻也无外包 嘿 这不巧了 曹县不仅木材产业发达 木雕文化那也是历史优惧 曹县老铁一想 嘿 这木材我有了 加工我做了 花纹我能雕 为啥我不自己卖棺材 这跑来跑去也怪麻烦的 我一条龙服务做到底 你们坐在东京港等着收快递就行了 于是乎曹县老铁们就把制作精良的棺材 拿到了交易会展销 制作工艺那就一个好 拼接缝不超过两毫米 雕刻更是出神入化 日本人一看下巴都雕 在日本丧葬习俗里 此后这棺材是要和遗体一同果化的 毅然且轻的铜木是最佳选择 铜木不回巢 不变形 质地轻 还不蛀虫 哎 这除了做琴呢 那就是做棺材 是属上等材料 哎呀 这么好的东西 给日本人用了 确实有点吼天天悟啊 曹县呢就这样 成功转型为生产销售 一体的综合棺材服务商 但更巧的是 日本的死亡率开始爆发了 当然了 这是天灾 我们也很难过 众所周知 这2011年3月 日本爆发了9点零几的地震 再加上福岛核电站核系漏等问题 日本的全年死亡人数达到了120万人 这一年 陶县的木材工厂基本上是全年无休 棺材出口总量是往年的四倍 再加上 日本的老龄化和历史悠久的自杀文化 这棺材出口啊 更是连年增长 日本人生前把中国制造骂的是一无是处 可死后身体还是蛮诚实的 到2018年的时候 曹县庄寨镇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集群 这木材加工企业达到了2569家 个体加工户5000家 从业人员5万多人 每年向日本出口棺材120万口 日本死亡人数连续20年高于100万 这棺材数量几乎完美覆盖 如此惊人的数据 日本人自然是打心底里接受不良了 所以啊 这东京电视台专程跑到山东合泽 一探究竟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不但遍地是棺材厂 专业长度那更是可怕 下料 蒜孔 钉钉 抛光 组装 雕刻 流水生产线 产业分工啊 十分明确 要负责几乎全日本的身后事 没点家后事 那是万万不行的 曹县还专门为日本提供差异化棺材 这低档价位在人民币400多元 中档呢 500元左右 高档定制 三四千元 嘿 这样都比日本便宜多了 虽然呢 这日本人心里是极不情愿 但是迫于价格和质量 这日本也只能放下自尊了 但曹县呢 提供的棺材私人定制服务 这击败了日本人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让他们直呼啊 真行 喜欢樱花 在樱花限定棺材 有 喜欢奢华 镀金棺材 有 追从少女心粉红棺材 有 喜欢公主风 雷丝包边棺材 走起 服饰会 多拉一梦二次元 通通不是问题 什么长的方的T恤的 白的黑的彩色的 戴窗的能开门的 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想不到的 哎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 曹县老铁为了收集和研究日本文化习俗和流行走向 专门组织团队去日本调查 这棺材铺老板招女婿都明确要求 要求跨境贸易专业或者电子商务专业优先 日语流利 可见 这为了日本人死的舒服 我们呢 还是没少费心的 这日本人呢 有时候也较真 那非要纯手工雕刻 没问题 二十年雕刻经验的老师傅 亲自上阵 那这一套下来 什么叫专业 这就叫专业 最近两年呢 这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在日本达到了3537万 老龄化率28% 世界第一高 比这欧美国家还严重 再加上新冠疫情影响 日本每月平均有11.8万人死去 丧葬业每天加班加点 这业务增长 又临来了一波小高潮 当然了 除了日本 曹县的棺材还销往欧洲 非洲 南美洲 业务范围呀 也拓展到了整个丧葬业 棺材 兽衣 骨灰盒 那是样样俱全 不过还是棺材厂老板 看得透彻 这赚不赚钱呢 倒是次要的 人呢 从得有个归宿 这从出生到死亡 没有人可以切断和中国的联系 中国制造 从生到死 一生的陪伴 你看看这境界 高 实在是高 这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说说 这日本人想抵制中国制造 他躲得了棺材 但他躲不了墓碑呀 看到这儿 估计那些坚定抵制中国制造的日本人 就要说了 你一个坡棺材 不要了 我直接烧 那总得要骨灰盒吧 你中国制造 这不就来了 什么 连骨灰盒你都要剩 直接埋土里 那 墓碑总需要吧 这中国制造 又来了 啥 连墓碑都不要了 直接海葬太平洋 好好好 那我真的无话可说 毕竟 你日本往海里扔废物 也是老传统 每天 这中国巨轮 都会驶进日本横滨港 带去的 除了山东 草县的棺材 还有来自福建 惠岸的墓碑 这些墓碑将跟棺材一道 卸载装车 运往日本各地 摆到售材店 等待顾客挑选 日本 你是躲到了棺材 躲不了墓碑 日本90%以上的墓碑 全部来自福建泉州的惠岸县 惠岸县 作为世界石雕之都 拥有一千多家的石雕食材企业 从业人员10万人 其中3万人是从事墓碑制造 从人民大会堂 到兵马友陈内馆 北京市集团 川藏公路纪念碑 长沙橘子州头青年毛泽东雕塑 这都是出自惠岸人之手啊 连日本的建真和尚雕像 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雕像 都是惠岸人的作品 当然 还有日本的墓碑 在全球食材购买网站 stonecontact上 日式墓碑供货上 已经被来自福建的厂家占领了 客户啊 都是这样评价 日本本土生产的墓碑价格 跟中国比没有优势 在日本一座墓碑 得三四千美元 而中国却只要一千多美元就能拿下 关键是制作工艺 这相差也不大 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后 棺材和墓碑这两个配套商品 再次长销 墓碑缺货到顾客里排队等待 这日本呢 是世界第二大食材消费国 从中国进口墓碑 那比棺材更早 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大量进口 惠安呢 则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制作加工 当然 中国食材不止出口日本 前三个大国仍然是韩国 美国和日本 美国人呢 从中国买的棺材倒是不多 主要是呢 这钱呢 都用完买果实袋 口罩和美国国旗了 尤其是美国国旗啊 从中国进口占比达到98% 这简直无法想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